好,我们来看这一题呢 这一题很重要 因为它是某一年的学测的题目哦 那它说呢 某元素X所形成的五种气体化合物 在常温常压时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NTP No More的Temperature跟Pressure 每24.5升气体的重量呢 还有它当中所含的X的重量百分比呢 如表所示 如这个表所示 那要我们基于原子学说模型 跟这个实验的结果呢 知道说X的原子量呢 有多种的可能哦 那问X的原子量可能是多少 这个题目呢 跟我们上一个题目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刚刚看上一个题目的时候呢 它比较单纯是直接给我们 三个化合物的分子量 跟Q所占的重量百分比 但是它现在给我们的东西不是分子量耶 它给我们的是每24.5升气体的这个重量 所以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像刚刚那样就直接算分子量嘛 对不对 不过大家稍等一下 你看一件事情 长温长温长压下每24.5升气体的重量 这个我们刚刚在前面的课程的时候好像有提过一件事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呢 在这个长温长压下的时候呢 在这个长温 长温长压下 就是这个NTP下的气体 NTP下的时候呢 每莫尔的气体是24.5升耶 那如果是在标准的温度压力下的的话呢 则是什么呢 则是每莫尔的气体有22.4升 那现在我们当然是看下面这个嘛 在长温长压下的时候呢 每莫尔气体有24.5升 那现在不是就是长温长压下 那24.5升的气体不就是一莫尔的气体吗 因为我们知道在STP下 NTP N是normal 在正常的长温长压下 每莫尔气体 每 每 每莫尔 气体 它不是会占 24.5公升的体积吗 的体积 OK 所以呢 现在既然 每24.5升 这个气体的重量写在这里 不是就是告诉你 每莫尔的这个质量是多少吗 其实这根本就是 每莫尔这些气体的质量嘛 OK 所以更精确的来说 这个重量根本就是它的分子量啊 因为你看看 或者是说克分子量 因为你看看哦 化合物甲 化合物甲 它60克 是什么 是在它有一莫尔的状况下 所以这不是就是代表说 每莫尔的甲有60克 那这个60不就是等于甲的分子量吗 同样的 每莫尔的乙 每莫尔的乙 不是是44克吗 诶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44 也是它的分子量啊 所以搞到最后 转了一大圈 这个重量 其实表达的根本就是什么 就是分子量嘛 原因是因为 这里的重量就是 每莫尔这个气体的重量 而之所以我们会确定它是每莫尔的原因 是因为 这是在常温常压下 呃 24.5公升的气体 也就是1莫尔的气体 OK 不管气体种类是什么 所以记得气体有这个特色 好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的算法不就跟刚刚一样了吗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呢 把这个 在甲里面呢 x占的比重 x在甲中呢 占的不是就是60 去乘以80%吗 所以呢 在这个60克当中呢 x所占的呢 就是48克 OK 那x在乙中呢 则是多少 44 乘以82% 算出来呢 是36.08 那所以大概是36嘛 那再来呢 x在丙中呢 则是多少 是44 乘以27% 算出来呢 是11.88 约略呢 是12嘛 那x 在叮当中呢 30乘以80% 3824 所以我们得到的就是 24 那x 在物中呢 诶 算一下的话 是16 乘以75% 也就是16 乘以3分之3 最后算出来是12 所以同样的呢 因为我们知道 虽然这表 讲的是克 可是呢 刚刚我们前面 已经讲了 这个是等于说 美莫尔的甲 有60克 那现在呢 就是在美莫尔的甲当中呢 含有x 48克 所以呢 其实x呢 它的原子量就是 48 48 36 12 12 24 12 12 这5个数字 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一样去取它的最大公因数 我们发现是12 那12的因数呢 有多少呢 12的因数有 12 12 12 6 12 12 这些 OK 123 对不起 我们还有什么 123 4 这里 差一个4 OK 有这6种的可能性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反正呢 我的这个 x 它的分子量呢 我只要是这6种当中的其中一个 都可以符合正常的这个条件 你看哦 如果说今天我的x的分子量是24的话 可不可以 不可以哦 因为呢 像在丙原子当中 x每莫尔只占12克 所以 我们知道在丙当中的x至少也要是1莫尔嘛 因为在丙当中的x不可能是半莫尔 1莫尔的丙里面至少就要有1莫尔的x 因为我们知道 没有半个原子存在一个分子当中的 可是问题是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x的原子量是24的话 那在x 在丙当中 这个x的所占的重量应该要多少 至少是24啊 不可能是12 12克的话就代表只有半莫尔的丙 所以就是代表说什么 半莫尔的x 所以呢 就代表这个24绝对不可能是 它的原子量 OK 那12呢 6呢 4 3 2 1 因为呢 都是这些的因数 所以呢 就绝对没有问题 它一定呢 是有整数个原子呢 存在这些加以丙丁物当中 OK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答案 有没有3 3有 然后呢 再来呢 对一下 6也有 8呢 没有在这个里面 8不是 12呢 有在这个里面 OK 那16呢 并没有 所以呢 我们最后的答案 就是什么 就是A B B G 好 关于这两个题目呢 跟上面刚刚的那一题 要多花一点心思 去做计算跟消化哦 就要多花一点点 就要多花一点心思